音乐 音乐 对我来说 就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音乐 我从小学了很多的音乐的技巧 公式 准则 但其实 你发现后半辈子的努力 就是为了去打破那些东西 我就是要做一点不一样的音乐 因为 每个阶段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被大家定义过 是学院派的古典音乐的 我也被大家定义为爵士音乐了 那我现在也在玩摇滚乐 电子乐 但是 这些的名称 也不是那么在意 音乐像是自由的事 它没有固定的形态 一首歌 一段演奏 都可以表达你一些 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你还是不是自己 我认为创作音乐 也就是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一定要是真诚的 自发的 但是当我没有什么想要去表达的时候 我选择把自己隐藏起来 重新去思考 所以 所以 当时我离开了舞台 办学校 帮别人做唱片 做幕后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我其实收获了挺多 既有音乐带给我的成长 与快乐 又有内心的平静 与安宁 这是一种音乐 和生活的平衡 我很享受这种 兼容的状态 我做音乐几十年 其实很难讲 究竟是我选择了音乐 还是音乐选择了我 无论是哪一种 都不重要 因为我已经在做 严谦 我一直做下去 全部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都不锻心 都不锻心 有随眼